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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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国师 我就要找您 皇上呢 皇上用膳去了 国师啊 皇上的精神可是越来越痴呆的吧 这事不用你操心 现在镇边将军来了报告 他们竟然说我的人在边境与边民为敌 说我的人大死杀戮 横行不法 他们还要我 还要皇上把他们尽速调回去 好 我这里有一份带皇上拟好的圣旨 你去请皇上用喜 那太子呢 太子早就不知去向了 国师啊 这 这是不是太强烈了吧 那个将军可是有名的大将 他家世代为皇上镇边 王公公 你是不是管得太多了 是 老公不敢 不敢 我这就去办 还有 你去告诉皇上 就说丽妃因为不信佛 所以我把他跟他儿子送走了 劝太子的事情 以后再办 是 是 这是不是太过分 除斩首边打架 派御林军追杀太子 这事非同小可 弄不好会引起兵变呢 不信 我不能由他们如此对待皇上 国师 现在皇上身边布满了耳朵 我得小心 进来吧 塔玛大师 王公公 有何贵干 大师 老奴是来求你的 这些日子 大师面壁修缠 举国皆知 都说大师 才是真正的佛祖团人 所以 老奴为了皇上跟太子 特来拜求大师 请说 大师 老奴真是该死 过去对大师有诸多不敬 现在我知道 牛之三子是有野心的 而且野心不小 他现在 每日对皇上 事意携水 使皇上事事听命于他 还要加害太子 现在老奴猛然醒 所以 好 大师请看 要教我 要杀了守边大将 岂不是自速灭亡吗 北魏术代以来 虽说是笃线佛教 但是来自讲经的人 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脱谱思想 没有大圣普济的慈悲心 所以 人的欲望越强 野心也就越大 你先回去吧 大师 你回去之后 不必再留在经历 你放心 北魏 就像是生了重病的人 就是有人良意来医治 也得有相当的日子 才能完全治好 可是 怕是来不及啊 脑龙回宫内 刘之三藏借脑龙 没有给皇上用血 便会迁怒于我 脑龙 死不足惜 但是 如果铸成大错 让刘之三藏阴谋得逞 魏国 将会遭受大样 大师 实际紧迫呀 你放心 一切自有法缘 你能在这个时候 善心大起 重新实惠了知 足证你的向佛之心 你回去吧 多谢大师 莫弥陀佛 莫弥陀佛 皇上他 等一下 王公公 过世 我刚才监督御医 给皇上监要 所以 所以你就把我托你去 给皇上用洗的圣旨都给忘了 是吧 我怎么给 这人老了不中用 你瞧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 都给忘了 过世 你稍等天课 我这就去给你办 不必了 现在我自己去办 拿来 放哪了 可能刚才回睡房 我放在房里了 我给您去拿 慢着 你少给我装算 你刚刚擅棋御马出场 你以为我不知道 告诉我 你到哪去了 起立把手放开 你现在倒有骨气了 好 我成全你 王公公 你不过是个太监 宫里面少你一个不少 把圣旨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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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救命 你到底是什么人 王公公 速离开此地 谢谢 你的神智虽然受到克制 但是灵性为你 这虽然是结束 但你也必须维持本国 以太子将来重振国教 弘扬佛法 来人 来人 皇上 你怎么了 皇上 刚才 是谁在和这说话 没看见什么人 难道 是朕在做梦 国师呢 奴才 这就去请 好 快去 快去 国师 皇上 朕要请你 皇上 国师 你来得正好 朕 正想去找你呢 刚才 朕在梦中 见到一位神奇 他说 皇上 这里是百邪不清的 皇宫内院 更是永灵寺方丈 和臣做法的境地 应该不会有什么神奇 皇上是不是最近身体虚弱 你不要替臣担心 不是让臣受惊吓的恶望 你看看臣 臣醒了以后 精神不是大为好转吗 臣召见你 是想跟你谈谈 佛法经历 是 不过 闻神现在有急事要去处理 是 那些正事 都叫大臣们去处理 人间俗事呢 叫俗人们去做 你是朕的佛法大师 从今日起 你就只管赵福镇的一切 其他正事 你都不要管了 以免蒙蔽了你的佛性 顾了你的修行 啊 是 臣尊之 那些正事 臣想交由 敬畏军统领 眼空去处理 因为过去 他和臣 一直办理国事 收案政务 请皇上 恩准 那些正事 臣想交由 敬畏军统领 眼空去处理 因为过去 他和臣 一直办理国事 收案政务 请皇上恩准 哦 好吧 好吧 臣灵旨谢恩 国事怎么还不回来啊 我也在着急啊 这一次 如果师父请不到圣旨 把那群狼人给杀光 真是出了这口气 还有那个魏将军 我怀疑 他和那群狼人有勾结 所以 也要把他给铲除掉 这样 我们才可以越过边界 抓住那群太子党 皇上 这次是我们的判断错误 当然 也是老那 不忍心毒死他们 不过 对这个事情 可以包在我身上 等国事回来 叫国事 当一把龙女交给我就行了 但是我可不愿意跟你们一起干 因为会引起不少国家的误会 造成边境不安 那对国事就不好咯 未来未去 原来你无法做到色即是空 错了 我不是为了色 不是我吹牛啊 我管的女人要比贵国好看多了 谁不知道我大冤国出美女宝马呀 哎呀 大师啊 我现在没什么心情跟你开什么美女宝马 你什么时候 能把我跟高冰身上的毒完全治好呢 哎呀 放心 现在药卫不全 等我把我自己的大事办完之后 我定当可以全力为你们治伤 原来你的大事 不是印国事的妖气 防止边界有误会而来 而是为了一个龙女 可是我也对达摩下了毒了 她现在生死难掉 她还没死呢 而且现在活得好好的 我是回来了 林公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师父 今天一大早就回来了 听说师父在宫中 为了圣旨之事 一直没有出宫 所以我们就在此等候 徒儿一拿到圣旨 我 丹波大师 丹波现在在少林寺过得很好 虽然他没有步伐的事情 可是也没有中毒的机响 所以 你的毒是不是不能够毒到他 不可能啊 我亲眼看见他中毒了 就算是不死 也不会是丝毫没事啊 大师如果不相信 你不妨亲自去看看 博士 我倒真的要去看一看 我就不信 达摩就算是肉身菩萨 扶了我的千金散之后 还会像国师说的那样 那好极了 我立刻派人送大师去少林寺挂灯 邀请大师帮我好好看住达摩 不要再让他出来胡作非文了 国师太咒诱我了 请问国师 那达摩不是躲在山洞里吗 怎么还会出来招惹是非呢 大师有所不知啊 这达摩一日不除 本座一日不能安宁 而且这仅心于力处 所以才会麻烦大师 国师啊 老纳此来是为了我们两国边界之事 本来达摩跟老纳根本就没有关联 好吧 那我就去看一看 不过 我再也不会为国师去对付达摩了 因为 师父 他是专为龙女儿来的 哦 是吗 是的 老纳是想在那身上找一样东西 或是 别想唱了 我说的可是真话 难道龙女救过达摩 不然达摩怎么会毫无重步的现象 龙女体内的火龙神灯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 大师 如果你针对那龙女有兴趣 那本座倒是要恭喜你 能成合体双修的大法 只是本座碍于和大师所信奉的神奇不同 所以爱慕能助 那老纳就告辞了 等我回来 再陪国师一同去除掉太子他们 只怕到时候真要麻烦大师 因为现在太子和龙女可是在一块 大师不是一直不能忘记与龙女吗 当然 当然 我要是不回来 那同兵和高兵的内毒可就无救了 登波大师 有必求他了 那个小人一会儿回来就 我可不愿这么担担心惊地过日子 住口 奇怪 怎么也会扯得上龙女呢 师父 但波曾经说过龙女和天狼门信徒有来往 而且还说过什么火龙内丹 你们上台了当吧 我心里知道他为什么要找龙女 师父 您是说 千奇伞只有他的独门解药可以解 而能克制千奇伞的就只有火龙内丹了 所以单拨他才会一心意义要找火龙女 师父 这该怎么办的 骗他把解药拿出来不就行了 现在皇上已经逐渐清醒 以为师的法力 最多只能让皇上神思不数 却没办法完全控制 所以要皇上下旨捉拿太子一事 恐怕不能再逼皇上了 师父 难道这件事情就 这件事不能勉强 要不然后果就不堪设想 我看应该是为师控制他思想太久了 杖干了天鹅 所以才会有这种危险的现象 阎公 现在皇上命令为师的随时陪伴在他身旁 所以这国家大事 为师要交给你 交给我 师父 不行吗 有为师在 你会不行吗 我可以 我可以 преступ 你 我的妈呀 霍弥陀佛 谢谢大师 你不要信我 是我师父让我救你 要不然 你已经摔到山底下去了 是是是 谢谢大师 你身在门门 又不得这种害人忠 善恶戏离一念之间 你好自为之吧 让他找 兄弟 你这太子 也尽了心了 我这个当哥哥的 还得保护太子 到乌孙国 去到太子的外公家 兄弟 你在天之灵 可得保护太子 一路平安呢 非楚歌 我们要到我外公的国土 要走多少天呢 那可说不定啊 但愿一路上 要刮大风 那可就是啊 无名屠服了 非楚歌 我不怕 听说他那里佛法昌隆 我要好好学习 等将来 不知道父皇现在怎么样呢 太子 你不必担心 由他们每次来攻打我们 总算有点顾忌的感觉 他们对皇上 还是有所忌惮的 太子 这个大难 是你命中注定的 过了就好 多多四位 太子 将得一定是个好的皇上 但愿终有一天 我能回国 我一定要达摩大师 为我讲解经历 光大禅礼 那现在是国师呢 为了父皇 我会让他留在父皇的身边 让他好好修行 把他的野心磨掉 我不在乎他对我的伤害 但是 我只不许 他再有一丝一毫害人的权利 好 阿弥陀佛 太子 你可真是一位 大慈大悲 身具佛性的好皇上 我为魏国的将来 和百姓的福祉 叩谢太子 快请来 快请来 我想你供这次受挫以后 应该会等些日子 才敢再来为能太子 我到现在还不明白 那个眼空拥有那么多的武士 但年纪还小 不是需要磨练 三妹 回来我是想 如果皇上身体痊愈 我们索性把太子送回 好立太子为帝 趁机清理朝政败累 你这样想是没错 不是 我们不能轻易冒这个血 刘芝 和皇上的关系如此深厚 万一判断错误 可就造成军伍的恨事 是啊 我的想法太幼稚了 也许是受了当今 中国争论过喜的影响 我们还是按照着原来的计划 明天就送太子到乌森国去 大哥 我问你 到乌森国之后 有什么打算呢 我倒还真没想过 这些日子以来 天天在危险中对我 处处危机 处处凶险 三妹 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跟大哥就不同了 只要太子一安定 我就会离开了 你是不是会跟太子 一起留在乌森国 也许吧 你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呢 三妹 你就不能过凡人的生活吗 我是一直过着凡人的生活 你别以为呢 我有个火龙的父亲 这不是凡人了 那好 那我们一起留在乌森国 一起陪伴太子 等到有一天太子回国了 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会 给你高官 给你后爵 做个有权有势的 为国公卿 是啊 你不这么想吗 我当然不这么想了 我也从来不这么想 我很明白 你这种心情 因为你一直是 关坏人家 会这么想也没有错 可是我就不同了 我也不想尽 关坏人家 哎呀 不谈这些了 反正呢 反正这还是很久远的事情 你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吗 你就不能跟大科说吗 三妹 一出来坐而寄落而行 绑青山绿坠而居 驾小舟而行 有清风细雨相伴 有鸟与花香相从 原来她想做个饮食 好 三妹 我一家好不好 清风细雨外 也有个我 你想通了 对啊 师父 惠心方丈 请我来请示师父 问你还要闭关多久 惠心方丈 他希望师父能够 早日返回少林 弘扬佛法 普度众生 你回去告诉方丈 维师最入洞面壁以来 总因为诸多俗事 未能尽心尽力 末物禅礼 何时出关 现在还不知道 还有 你以后不被命人 再为我送斋饭来了 你回去吧 师父 难道 你连斋饭都不用吃了吗 你放心 维师没事 你回死去吧 这个大魔 我看来一定是得了火龙的内丹滋骨 所以就不怕我的轻鸡散 我非得找到龙女不可 有她就没有我 在我身后是哪条道上的朋友啊 何必鬼鬼祟祟不敢出来见人呢 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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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姐要拿出来 要不然 我就把你给杀了 嗯 你现在无法向我们试毒了吧 啊 高兵 好好地搜它 是 我告诉你 你给我乖点 别动 为什么 放解药的主管呢 笨蛋 那个主管是用来放毒用的 我要的是解药 他身上什么都没有 你们放了我 我有话要说 你这可恶的官司 快说出解药在什么地方 你为什么要等我 告病 要么说出一个原因来 现在就杀了你 你们明明中的是龙女的毒 还不给我说实话 但是你们一定要替我把话说完 不要再折磨我了 你们别忘了 我也是个国师 什么人我不管 你害了我 就自然可以杀了你 你太坏了 我一个女人 连自己的朋友都害 我是真的没有害你们 我的毒药早就被打磨拿走了 我那个主管也是用来欺骗你们的 不然你们会看不起我 我是想借你们的力量 来抓住龙女 因为在他体内有火龙内丹 那火龙内丹 有吸纳败毒的功效 我只要能拿到那火龙内丹 就可以到达磨闭关的洞外 可以把我的千金散毒门给拿回来 好 如果你不信的话 就杀了我算了 皇帝 怎么办 就把他搞来这 让他死了也好 反正这里是搜山 人死了 就算在达磨身上 达磨 听到我们同你说什么吗 我说实话你们不相信 我也没办法呀 要不然 你们可以到达磨的洞外去看看 去问问他 不就全知道了吗 好 我现在就带你去 不不不不 我你也死 也不愿意去呀 打磨我的本事啊 我们三个人都打不住他的一招办事 我何苦去受那个气呢 不不不不 我不去 老兵 你在这儿好好地看着他 我到达磨的洞里去看看 记住 千万别上了他的当 是 哎呀 高爷啊 哎呀 我真搞不懂 你们是怎么想的 我丹波 再怎么说也是异国的大博师啊 我怎么会做出向你们想的那种不道德的事呢 我真后悔 当初把剩下的解药给了你们 我真是救错人了 丹波大师 照你这么说 咱们中的毒是没救了 咱们中的毒是没救了 但是危险的很啊 危险倒不怕 只要能救命 反正 也逃不过一死 只要你们愿意就行了 我为什么一定要找到龙女呢 一方面 是为了找回我的毒药 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救你们的 你是说 除非找到龙女 我们才有救 你们不是 也一定要找到太子他们那一伙的吗 这两件事情啊 可以一起办啊 哎 但是你们一定要带我去哟 因为你们不懂得药性 就算拿到了 也没办法解毒的 太子 现在已经过了边界了 马上就要到乌孙国境 我是交代 让我们战事别追 魏国 现在还经不起战争 哎呀 这个 这有何难呢 你们可以超越国境去办呢 只要不伤害太子 那乌孙国的皇上 他是不会多管情事的 那个皇上啊 他除了念佛之外 就不愿意多事了 不愿意多事了 如果你们做了决定 我就陪你们一起去打 高兄 你们千万不要把我当敌人看 统领 统领 但不说的话 可能是真的 先把他带回去 是 统领 见到达摩了吗 先回府再说吧 统领 回府之后 可就不便离开洛阳 到那个时候 皇上也好 国师也好 那统领和高兄的死活 也就无所谓了 对啊 统领 我们跟南波一起去找紧要 可是现在太子 可能已经过了边界了 统领 机会不在 我们可以找几笔好马 并能赶在他们到达之前 我们就赶到京城外 把他们堵上 皇领 你考虑一下 我现在处理一切无事 怎么可以随便离开洛阳 万一 引起一些误会 我 哎呀 你当然是不便出面了 这事就由我跟高兄 请几位高手去办就好了 万一要是被 胡苏国人发现了 大不了 你坐你这牢嘛 八卦八卦 我先划 怎么样的人的心情 找不到一个家 找不到一个家 你们看 那边有个渠叉 我们赶紧过去吧 好 好 太子 请小心 我装到水汽里面再喝 我也要学你吗 大哥 这样喝才痛快吗 太子 太子 现在是已经过了边界 这里呢 就是乌孙国了 请太子 以后唱不成的名字吧 不 我还是喜欢叫你大哥嘛 大哥 就听太子的嘛 反正这一路上 大家都习惯了 等到乌孙京城之后 再改口吧 对啊 还是三姐好 太子了 明天呢 我们肯定能够赶到京城了 这地方我来过 远处天边 有一块云山的地方 那就到了 秦大哥 你是怎么认定的 那京城附近 有一个大湖 虽然是经常下雨 可是雨量不大 一到傍晚 那彩云 目标就大了 你们放心吧 明天我们肯定能到啊 张大哥 这次我们来 来得那么匆忙 你想想看 乌孙国的京城 一定戒备森严的 我们却连个文书腰瓶都没有 怎么让人家相信我们的 这个 我看呢 最好 先有个人去经常投书 把一切情况 说清楚的好 是不是 是啊 秦大哥说的有理 总之 明天太子进城的时候 不要受了委屈 以我看 太子的国舅 也就是现在 乌孙国的国王 接到消息以后 一定会派人来 就大使去最合适了 因为啊 乌孙国 全国信佛 对出家人 也比较热情 就算是 就是想见皇上 那不也比较容易吗 我们啊 像我这副尊容 我就是说破了大天 人家也不相信 我是太子的随众啊 对 我也不像 好啊 既然要我去的话 那我就现在动身吧 不过 不过尊卑有什么凭证 好让乌孙国的皇上 会相信我嘛 是不是 啊 啊 我写封信吧 我记得 我五岁的时候 见过他 那时 他还是太子的母舅呢 啊 他还送给我一块玉佩 我还带着呢 啊 太好了 有他 皇上 就不会不相信了 祝大使 你先去 享受果殡之礼吧 对了 这里的路不好变人方向 而且天一黑就很迷路 我先走了 太子 你赶紧写信吧 嗯 龙儿 我们把太子送到以后 你想到哪里定居啊 我想 找一个离天最近的地方 你真会开玩笑 天这么高 哪里有离他最近的地方呢 当然有了 我相信这世界上 一定有万年长期的高山 我们就找到这座高山 作为我们的家 大哥 你说这样好不好 好 只要你喜欢的地方 不过觉得好 嗯 你想去的地方 可能是在 在海上啊 大哥 你见过大海吗 没有 不过 我听人家说起过海 说海是无边无际的 说海上有仙山 哎 你不是想去找仙山吗 对 我就是要去找仙山 虽然听说 那些仙山 会在虚无飘渺之中 可是 我相信一定有 啊 大哥 我已经厌翻了这人世间的宫心斗角 我也不喜欢这人间的虚伪造假 在我小的时候 我的母亲曾经告诉过我 她是江南女人 在大海边长大的 她认识了我爹 他们过了一段好日子 可是 因为我的母亲是凡年 一定要经历这人间的收老病死 所以在我母亲过世以后 我爹的脾气才会变得这么暴躁 她才会自作主张地去惊吓皇上 她是四年年母亲吗 对 将来 将来 但愿我们 不要像我父母一样 快乐的日子太短 而分别的日子又那么长 是是是 我们 不好 太子 快醒醒 我们快走 快走 老女 我们又见面了 但不 老女 把你肚子里的火龙猪吐出来 我就放了你 你休想 好 我也就让你不死不活的 受我摆布 大师 上去 不不不 人死了 火龙猪就没用了 我得想法子 让它把火龙猪吐出来 吸进我的肚子里 大师 大师 你还骗我 都给我杀了 同胞猪吐 是 大师 快要走 快把我带死走 快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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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火龙珠要杀了太子 你要找的是我的火龙珠 那太子不怕你创害他 我和太子无冤无仇 自然不会杀害他 但是我手里没有太子 哪来的火龙珠呢 对 有太子可以 便去把火龙珠交上来 太子 他还是个孩子 你们何必苦苦追杀呢 太子 太子 你没事吧 龙姑娘 我 恐怕是 不行了 为了喂 为了你害死 你就把火龙珠 交给他们吧 不是 不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把火龙珠吐出来 你不知我知 而且我还知道 你只要一吐出火龙珠 马上就会家人老化而死去 难道你父亲火龙在临死之前没告诉你吗 也许火龙没料到他宝贝女儿会有这么一天 小姐姐 我死了得多换一个太子而已 可是火龙老爹 要你多帮助 达摩 完成舞蹈之事更重要 达摩舞蹈可以救人人苍生啊 不是 救达摩 太子死 救太子 延迟达摩舞蹈 我该怎么办 没有太子死 六支 长青 专权独断天下 是老百姓的祸 还是先救太子吧 你到底要不要交出火龙珠 你要再迟疑 我就杀了太子 灵赏 好 黄珠我给你救世了 小姐姐 小姐姐 不要 不要啊 太子 我也许直接 也找不到 助达摩会道的方法 就让元起元灭 我决定这一次 难不 你会放在太子 黄珠给你救世了 救世了 救世了 救世了